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8月14日 星期日 前保安局局長李少江 今早宣布他在睡夢中離世 73歲 他的兒子李林欣其實是一個TVB合約藝人 大家都絕對有印象他的兒子是誰 其實提了李少江不得不提他的兒子 而且他在2008年跟他拍拖很多年的女朋友 方彥玲的Candy就結婚 現在還有一兒一女 李林欣今年已經42歲 曾經就讀拔萃藍書院 但13歲的時候就被爸爸送到英國讀書 回香港之後就在理工大學的機械工程學系 不過他只讀了一個學期就已經不讀了 以前李林欣曾經在訪問那裡說過 從小爸爸的管教非常嚴格 但由於他很想回香港 所以也曾經試過騙過爸爸 就說沒有學校肯收他 就堅持怎樣都要回香港 終於2003年就成功考入了 第17期的TVB藝員訓練班 李少江在無可奈何底下 都要接受這個兒子選演藝事業的決定 看一張照片李少江 她年輕抱著李林欣的樣子 其實李少江年輕的時候都很像現在的李林欣 兩個父子都有點像樣子 即是病人 雖然以這個官二代的身份進入娛樂圈 但對這個李林欣的事業發展就好像沒什麼幫助 雖然他曾經參遠過天雨地 垂家造頭無煙火 愛回家等等 但是坦白說 全部都是綠葉角色 而且他還做了很多年在TVB都是做一些兒童節目 話說回來 我也是看他大的 好像我小時候已經是看著李林欣做兒童節目 幾年前他更加有跟朋友合資 搞過一些網絡電影和製作 兼且做經理人公司 不過最後都是慘舌七位數字 近年他也有進軍冷門的殯兒業 多方面發展 多方面發展 只是兜兜轉轉 這些都是一線之差 那你說官二代身份進入娛樂圈有沒有幫助 都要看什麼樣子 我覺得 李林欣曾經高調支持過警察 他也在訪問中說過 爸爸沒有要求過他政見要一致 但他記得去外國留學之前 爸爸曾經謹記三點叫他 第一 記得自己是個基督徒 第二 自己勝利 不要失禮李嘉 第三 自己是個中國人 他爸爸就說 當時爸爸覺得 你做什麼都不會錯得太離譜 只要你謹記這三點 這一節的內容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與費贊助 拜拜